好 這個美股的好時光 是不是結束了 我聽到既然這個 投資大師羅傑斯講 現在美股漲太多了 這個好時光要結束了 包括富國銀行小摩 既然也站出來事情 讓人有些擔心 但是通通不是已經降溫了嗎 明年不是有機會降息嗎 可是在我們看到 加州現在膠囊公寓 我看那個膠囊公寓 很小的一個空間 可一個月好幾萬 既然持續的受到歡迎 所以是不是反映整個物價 還是相當相當的硬呢 所以現在投資的一個方向 大家開始在講的是什麼 投資公司債可能比股票更好 尤其是蘋果的菜券 既然這一段時間的報酬率 超過15%比股票還猛 所以是不是要往這個方向來移動呢 另外我們特別關注到 中國最近的一個狀況 不管是經濟也好 疫情的狀況也好 都不理想 尤其是貸款的黑名單 我一看到這個數字也嚇一跳 既然增加到854萬人 對中國後續經濟的影響 會不會越來越嚴重 當然選對站隊很重要 台股持續的一個往上邁進 所以未來要怎麼去操作 有沒有適合的這個股票 我們今天也要一起來討論 那一開始的部分 我想要先請這個威良來討論一下 這真的好時光結束了嗎 難道我們要叫他good old day嗎 因為現在股市還在漲 可是這個羅傑斯說真的 也是我們這一代 這個崇拜的一個大師 他出來講話 我是真的覺得要注意一下 但是他的邏輯是什麼 還有包括富國銀行跟小磨也在市井 可是最近股市很強 那羅傑斯提醒說 美國從201年來展開這一波 史上最長的牛市 然後很可能已經準備要結束了 我想從幾個角度來看 其實講到羅傑斯 大家應該知道 他有一個很有名的稱號 什麼 商品大師 商品大師 他一錄很多農產品 其實他還有一個封號 這個叫做華爾街的中國好聲音 我記得他把他女兒也帶到新加坡 然後學中文 對 說了流利的中文 其實他個人其實非常看好中國 過去多年來一直都是如此 而且他甚至也重壓了 中國相關的股票 他說他打算把這些股票 就是留給他的子孫 所以我想說 他的子孫 以後會萬壇 子孫會說 爸爸你當年怎麼沒有買 Apple或微軟 有有優惠嗎 沒辦法優惠 其實講到中國好聲音就表示說 他其實這些年來 他一直都看好 說中國的經濟跟股市 會蓬勃往上 但是他一直認為 美國股市會迎來熊市 但是這麼說法 不是只有發生在2023年的現在 是過去幾年他一直都是這麼看的 OK 所以他一直維持看空美股 對 所以我覺得 他說美國的美股好時光要結束 是不是真的我不確定 不過我確定 因為羅傑斯投資在入股為主 所以他的苦日子應該還沒結束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好時光是不是結束不知道 但是他的苦日子還沒結束 可是如果只有他講 可能我們也就聽一聽 因為你剛才講他長期看空 聊聊就好了 可是問題是連富國 連小謀都這樣提出警示 好 那我們就要 這個就要慎重一點來看看 這個外商銀行 投資銀行 為什麼也提醒 這個美股可能會有一些修正 或回檔的壓力 那富國銀行是認為 因為消費者的支出浩劫 另外FED可能不會在明年 太快降息 現在這一波的行情 有人認為是因為 因為升息到底以後 已經要準備迎接降息 要降息 對 快則 最近1月降息的機率都破蛋了 對 最快也許明年年初 或者說3月 5月的機率 其實是越來越高的 但無論如何 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分兩個層面來看 因為消費者支出 這的確很重要 因為美國的經濟要強 一定要靠消費 這個消費就是驅動這一波 美國經濟跟股市韌性的源頭 對 沒錯 現在來看其實從疫情的期間 因為美國政府的紓困 讓整個家庭的儲蓄大量的暴增 暴增到現在大家解封之後 一直在花錢 一直在消費 結果這個消費導致他們的家戶的累計儲蓄 其實已經大概減少了九成以上了 減少九成 對 就是說以前純的底 現在都快要用光了 對 所以這個消費動能 是不是真的能夠延續 的確我覺得很重要 對 但是如果講說 這個不會太快降息 可能會讓股市會有壓力 我覺得這個倒不用太過於擔心 因為其實根據歷史的 太多次的經驗 投資美股真正最甜蜜的時期 是在升息結束到降息之前 這一段時間 再說一次 升息結束到降息之前 那這一段時間越長越好 對 所以如果它十年都不要降息 那美股是不是要漲十年 好像有點Over 但是就是說反而不見得 不會太快降息是一件壞消息 因為降息就幾乎等於連準會告訴全世界 美國經濟在衰退的路上 對 所以我想這個 不要太快降息反而好 你這個觀點很有趣 有一種朦朧投資的空間 我喜歡朦朧 對 那至於摩根大通認為 2024年底 這個標普500指數 可能會得到4200點 比現在的位階還要再低一些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美股的估值 也就本益比是過高的 還有就是考量地緣政治風險 那我先講估值的部分 本益比是怎麼算的 股價除以預估獲利 對 那我特別去看了一下 因為摩根大通認為 明年美國企業平均的獲利 成長率只有2%到3% 非常低速的成長 對 可是大家知道 其實綜合整個華爾街 多數的投行看法 明年美國企業的獲利 應該能夠達到2位數 也就10%以上的年增率 所以其實顯然就是 摩根大通本身的看法 是比較悲觀一點 那我覺得其實 當然各家機構 他有他的財務模型 你可以參考 你可以尊重 可是畢竟對於投資人 在收集資訊的時候 因為你會拿捏不到方向的時候 我覺得取共識 所以我們常常為什麼會去講 所謂的華爾街共識 法人共識 多數機構比較接近的看法 我覺得那個參考值會比較大 參考值會比較好 對 再來就是說 其實即便美股可能 在未來的中長期 可能一段時間 至少降期之前 都還能夠維持不錯的榮景 可是也不是說 叫大家這個時候要all in OK 為什麼 因為這一段時間 我們剛度過了 歷史上統計來看 比較容易回檔就9月跟10月 9月跟10月 然後11月 12月應該是不錯的 對 舉例來講1945年以來 其實12月這個月份 是標普500指數在一年當中 上漲機率最高的月份 12月 對 另外來講的話 它的平均漲幅也是滿高的 還不錯 可以達到1.54% 但是12月其實要注意 可能越接近越底 也就年底的時候 可能還是會有結帳跟結稅的賣壓 因為我們知道 接近耶誕節的時候 很多華爾街的操盤手 他要去迎接耶誕節慶了 一年一度最長的假期要來了 他們都年底都找不到了 你看如果說 從這個10月的回檔之後 11月彈上來 12月假如再漲一段 大家口袋都滿滿的 這時候年終獎金 就可以實現獲利了 另外來講的話 結稅 因為其實美國股市 當它如果產生資本利損的時候 就你股票賠錢 本來是為實現了帳面損失 你把它賣掉 實現變成是資本損失的時候 這個損失是可以抵稅的 所以有很多有錢人 他專門就把帳面上 賠錢的股票他先賣一下 就把它給賣了 賣掉之後 他等到跨完年1月 再把它買回來 再買回來繼續賠 對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圓月效應 所以其實這個就所謂的 結稅賣壓 這個跟我們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賣股票 獲利 虧損 這個沒有什麼差別 對 我們的價差部分 是不納入課稅的 所以其實如果說 12月初 12月中 美國股市續強化 我覺得接近中下旬的時候 要的確留意一下 結帳跟結稅的壓力 結稅的賣壓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現在美國 在消費的行為上面 出現一個名詞叫做 末日狂刷 末日狂刷 這叫Doom Spending 就今天是最後一天 大家對未來其實想法 非常非常悲觀 有點像是 我對經濟的展望不確定 然後再加上 現在如果房子那麼貴 你可能也無力存錢去買房子 然後可能教育金也很高 可能也沒辦法讓子女生肇等等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中產階級 就覺得這個今日有酒 這個今日醉 對 那我乾脆就是 不要存錢的把錢就是花 用力的花 這很像之前一部電影 他們要到外太空去救地球 結果他就狂借錢 他想說反正他也回不來 對 所以最後一刻 他們要叫他回來說 他就哭了 對 這種消費的動能 表面上強或短時間強 可是其實他骨子裡 不是那麼健康的結構 有點像是一種無力感 我對未來無法掌握 我乾脆就是徹底的享受今天 對 我們講到這種無力感 我們知道像亞洲一些國家 譬如說香港或日本 因為人多 然後地價貴 房價飆漲之後 他們只能擠在那種 所謂的小房子 蜗居 但現在看到在美國大城市 也出現這種膠囊公寓 因為蜗居聽起來就很鳥 但是膠囊公寓 不錯 至少是公寓 你聽聽看 你想不想住在裡面 這個其實只有簡單的 木頭跟鋼架來組成的 其實這裡面就是放一個 大概120公分高的單人床 所以你看像你的身高 這麼挺拔 你進去還要彎著腰 縮著身體進去 你只能窩在這個地方 其實也沒有什麼 個人的空間 萬一晚上突然 不是 翻身打呼怎麼辦 會影響到旁邊 因為對 的確 每一床 每一床都是非常貼近 其實也沒有什麼飲食 雖然它有一個簡單的拉連 會不會有安全上面的疑慮 這難免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會去住這樣真的是逼不得已 因為現在美國大城市 像洛杉磯舊金山 房價真的是漲到 連不要說中產階級 連科技富豪 科技新貴 他們都是忘之卻步了 因為只好買不起房子來租房子 可是並不便宜 住一個晚上要多少錢 500到900美金 相當差不多平均 一個月 台幣一個月就要2萬塊左右 你只能住這樣房子 我們覺得說 台北房價貴 居大不易 其實住這種房子 那更是 其實這個生活品質完全沒有 不過有人就安慰自己 至少你的左林右舍 都是一些科技業的精英 或許還能夠在這邊拓展人脈 找到下一份待遇更好的工作 換個名片 但是說回來 就是說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看投資 那這樣如果羅傑斯說好時光要結束的話 那是不是第一個投資的方向 就不要失股票 我不曉得 是不是 然後另外到底 這個就整個布局的一個方向 你在統整 因為大家對明年會特別關注嗎 因為現在已經12月2024呢 我們稍微從這個歷史的眾生來看 2022年是股債齊跌雙殺 2022股債齊跌 那今年2023年是股票先漲了 那債券市場的多頭行情 有點遲到了 整個上半年大家等不到 不過年尾看起來 因為升息結束之後 債券市場開始加足馬力 或許2024年是股債齊陽 其中債券的表現 報酬率 或許還可以比股票市場 更值得期待 真的 因為股票有積極相對變高的問題 那我們就舉像美銀開出 2024年最值得投資的五大利資產裡面 其實他就點名了 大型科技公司所發的債券 比如說像蘋果 大家知道蘋果是美國科技龍頭 其實過去這一個月 他大概股價是漲一成左右 可是蘋果的債券 漲幅卻超過15% 這個很嚇人 漲幅比股票還要強大 我想其實所謂的Big 7 這些科技龍頭股 他們畢竟今年漲幅 少則四五成多則是漲到一兩倍 所以明年要再大漲 續航力 空間可能相對會限縮了 可是因為債券市場 它很直接就會受惠於降息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角度 如果我們放在來看國內的股票 很多人會存金融股 可是其實我要提出 存金融股不如來存金融債 借錢給銀行 對 為什麼我們直接來看 這張表就很清楚 統計2006年到2023年 大家會發現 如果我們把這個總計的報酬率 來算一算的話 其實金融股累計報酬是53% 可是金融債的總報酬率 卻高達146% 將近是金融股的三倍 為什麼 因為金融股波動比較大 換句話說金融股多投的時候 其實它是當然漲營金融債券的 可是它很容易漲上去又跌下來 因為金融股的營運跟股價 深受利率 匯率等等的影響 畢竟這些總體面的指標 它一定會有循環 所以整體來講 投資的CP值很簡單 就是所謂的報酬風險比 報酬風險比 這個很重要 報酬率除以我的波動度 波動度就代表風險 這個報酬風險比越高就代表 其實投資就是越可口 越吸引人 那這邊來看的話 反而金融債是明顯優勾於金融股 12跟2 這5 6倍 所以國內相關的一些金融債 ETF有月配的也有季配的 大家其實可以參考看看 好 我覺得說 剛才薇良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接下來股市還是會漲 可是債券的一個報酬率 可能更為驚人 或許走出債券投資的陰蠻 就是現在 之前在節目中 薇良幫我們介紹了 這個鹹魚翻身的產業 非常受到大家的歡迎 當然鹹魚不只配飯 鹹魚翻身這個意思 應該就是說 股價長期的低迷對不對 大家比較沒有關注 還有嗎 一條鹹魚不夠值 現在大家在找2024的 新潛力股的時候 其實我們大概可以分成 白馬股就是 大概各家法輪機構一定點名看好 比如說半導體AI 另外一種就黑馬股 黑馬股就機期要低 然後可能現在的股價的位階 也很低 營運一起來就會推升股價 可能就有不只是趴數 是倍數的空間 我想最近其實幾家投顧 國內的大型法輪機構 也都開始紛紛點名 自動化工具機產業 工具機 工具機真的就黑手了 因為差不多也壞了 一年多快要兩年的時間 我們先來看下面的圖表 這個是過去他們景氣不好的週期 比如說年幀率如果往下的話 可能會修正11個季度 7個季度 11個季度 這一次景氣修正 又已經達到10個季度了 所以差不多也來到一個 循環的滿足點 但是我們如果看中長期的展望看 你會發現說 即便世界上有很多的利空 黑天鵝 其實不影響整個全球的工業 自動化的成長規模 所以回到我把它統整 這個產業它有週期性的利多 就跟著景氣循環的 包括現在最重要就是日本 因為日本是全球自動化工具機 最強大的國家 他們的海外訂單的年減幅度 已經連續四個月趨緩 另外中國跟美國的製造業PMI 新訂單也已經開始轉為年增 還有因為明年企業的獲利可以回升 所以也會帶動廠商 願意擴大資本支出 至於說影響更長遠的 就是結構性的利多 當然就是像智慧製造物聯網 這些剛性的需求 還有就是中國加一的策略 在分散供應鏈的時候 你也必須去對應買一些 新的工具機 還有就是少子化跟人口老化 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好 這當中有沒有特別 來個值得介紹的 好 我們來聊一下 我覺得4533協議機這家公司 協議機 很特別的是我們先來看 創辦人郭勝雄 其實現在的董事長是郭亞惠 是他的女兒 其實因為工具機 就所謂的黑手產業 大部分大家的印象就是 比較陽剛 我剛才就一直在講 工具機就是黑手 你剛才講這個其實說 長期產業是成長 但是短線還是會受到 循環的影響 再加上這個欧媽媽這樣 怎麼會派一個女孩子 而且可以看到 他的外貌也很清秀 這麼漂亮的女董事長 現在所謂的黑手產業 其實這樣他大學的時候 學會計 所以他有很強的財務背景 然後畢業之後到美國深造 去讀了工商管理措施 結果在2008年 金融海嘯那一年 這個協議機遇到史上 第一次的虧損 所以接到爸爸一通電話 把他召回 希望由他來接任 那一年他40歲就接掌了 董作的職位 當然因為他有很強的財塊背景 所以就先從財報上面去找問題 過去過多的一些支出費用 就先刪減 然後當然也必須要去尋求 一些新的發展方向 所以公司在2001年 在他接掌之後 其實很快就轉虧為營 這厲害 其實值得一提的是 因為當時為了要降低支出 所以有一些裁員不必要 這個算是沒有辦法避免之餓 沒辦法避免 對 所以他在公司一賺錢之後 立刻打電話 把那些過去舊的員工 甚至被他稱為像叔叔阿姨 一樣一些資訊員工 把他們找回來 這麼貼心 所以我覺得這就代表說 其實女性領導者 有那個比較獨特 柔性的管理風格 其實現在協議機 最主要被看好的前景 是在於它跨入到 所謂的四幅沖床 過去傳統沖床比較耗電 現在新的四幅沖床 估計可以省下75%電力 這非常符合現在ESG 節省能源 節能減碳環保的議題 除此之外 因為要打入汽車業很重要 就是現在汽車發展 都是講求輕量化 所以用到很多複合材料 可是如果你用傳統沖床 很容易造成那些材料被破壞 所以四幅沖床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因此它的帶領之下 現在也打入到德國汽車的原廠 德國 這不容易 以前德國的車廠 都只是跟日本或德國 自己本身的工具機來採買 現在也來跟台廠下單了 所以其實今年公司的業績 已經顯著比去年 全年的獲利還要來得更高 好 所以工具機這個產業 有沒有機會出現鹹魚翻身 當然這整個細節的部分 再帶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也不光只會有一檔 對 當然講到工具機 股價最高的就是1590 這個亞德克 以前講工具機喜歡講上癮 亞德克 大家比較知道 股價最高是亞德克 至於說的確很有代表性 或像是產業的領導股的話 大家會去觀察是上癮 法連也比較喜歡琢磨在上癮 所以我們來看 其實如果以技術面的季線 當作多空分水嶺來看的話 目前上癮已經從底部翻揚 突破季線了 所以看起來明年的確 似乎是大有可為 另外協議機因為剛才講 它今年其實非常賺錢 你看這個在今年的前三季 一片是1.57 就1.57了 跟去年同期相比 是成長了兩倍以上 所以它前面股價 已經有一波財報行情飆升 不過漲多 進入中斷整理之後 在季線下方開始打底 最近又慢慢的墊高 來到季線上方 突破了季線 所以或許有機會 捲土重來再供第二波 好 這個工具機產業也滿有趣 經過薇良剛才這樣的解釋 我覺得應該滿有機會 等一下我們回來討論 智慧醫療的部分 Intel要帶整個戰隊 供AI醫療嗎 這中間有沒有什麼填